近日,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豹在昆明动物园产下幼崽 由于是第一次生产,母豹没有御崽经验,出现弃崽现象 为此,昆明动物园将幼崽取出进行人工育幼 并紧急向社会招募一只中小型母犬给其当奶妈 小黑豹急寻狗奶妈的消息一经发布,迅速得到全国各地民众响应 8月7日,记者从昆明动物园了解到 目前,动物园已征集到两只笔熊犬,接力为小黑豹哺乳 它刚开始有一些警觉 但是后来它慢慢地给它保定的情况下进行了一些哺乳之后 整个情况就好了很多 然后大约半个小时左右,它就把它当成了自己的幼崽 不仅给它进行哺乳,而且还铁视它的身体 把它清理一些分别这些东西,所以整个情况非常好 记者在现场看到,小黑豹的狗妈妈十分温顺 三只幼崽依偎在一起,让人倍感温馨 据悉,吃上狗妈妈的乳汁比用奶粉饲养小黑豹更利于它的健康成长 一般黑豹的哺乳区要三个月左右,它才会开始吃一些肉类啊 或者说动物的血液啊,动物的内脏啊之类的 所以至少要三个月左右 据了解,因为小黑豹的食量明显大于笔熊幼崽 狗妈妈同时哺育三个孩子比较吃力 另一只笔熊犬将于近期完成爱心接力,前来抚育小黑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